馬上迎來週末更進入的天氣資訊 請令安哥來告訴大家 週休假期要到了 許多朋友準備要安排一些戶外的活動 這天氣狀況在今天白天 大家就會感覺到溫度開始逐漸上升 因為東北風減弱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週休出遊去 要注意什麼了 第一個先來注意到往山上走的朋友 陽光牆外出的防曬工作不能少 所以在高山上面的紫外線指數 都是達到過量的等級 那到了海邊去 風浪的部分開始變小了 所以海上活動 海邊釣魚都還蠻不錯的 不過你往西走的朋友 要注意的就是中午溫度高了 高溫的部分到達了30度 夜晚的溫度18度 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尤其在夜晚的包含了在新竹以南 還有包含了雲家南 平原空旺地區 都容易在晚上會有起霧的狀況 晚上行車要注意了 那往東走的話 因為地形的關係 早晚會有些零星的短暫 江雨出現 週休假期好天氣 氣溫回到一個非常暖和的天氣 但是呢一號颱風 在禮拜三要北轉囉 對我們沒有影響 就來看到現在這個時候的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先來注意到 北方的高壓 往著日本的方向移動 風向開始變為偏東風 白天開始 雖然風變東風進來 海面上一些水氣帶進來 就有一點點零星的短暫雨 在東半部地區了 不過西半部地區的朋友有沒有感覺到清晨天亮之前的時候有局部性的霧的狀況 往南邊看可以看到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上有一些這個雲帶的發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一個色調強化雲圖 我們用北半球的雲圖來看到就可以注意到臺灣在哪個位置呢 臺灣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臺灣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菲律賓的東邊的海面上 這邊是一個低壓區 那目前也從我們臺灣往東南方看過去 也就在這個地方 大約就在關島的偏南方的位置 現在目前距離我們臺灣還有三千兩百公里 今天早上八點鐘的時候 形成今年的第一號颱風了 目前這個系統是在暖的海面上 這邊海溫在二十九度 我們來看看他未來的移動的方向會怎麼走了 從路徑前是可以看到 未來會先朝西北之後 到了下週二 週三開始轉北了 轉北的位置跟我們臺灣的距離 大概還有在兩千公里 到一千六百公里左右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遠洋 就開始往北走 對我們來說這個系統沒有影響 但是我們的天氣狀況 到了下個禮拜三的時候 東北風會進來 使得我們北部跟東部地區的溫度 又要略降了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狀況 仍然有點偏涼一點點 白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氣 臺灣本島部分 西半部地區天氣晴 日夜溫差大 東半部地區早晚雲多 有地形的短暫降雨出現 小叮嚀兩件事情提醒 西部外島夜晚有霧行車要注意 還有高山晚上冷啊 穿著方面要保暖 水塵抗菌液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哦